口誌送佛號心意裡頭 或者心意解露世界 除了這個 我們到中印的時候 整個中印都是說 以這一身受造的業 來定下一身的位置 六套之中哪一個位置 比方初期中印的時候 祝佛非常謠言的 強烈的佛光來接應 但是自己正應遭遇 所以旁邊又寫了六套輪迴的 比較暗疼的光明來接應自己 這個時候自己的生意的力量少 與歐語的力量都自然而然 就喜歡了暗疼的光明 倒入輪迴 遇到後期中印 投身中印 數不清的夢修 歐鬼 利鬼來追錯 讓自己逃啊逃啊 逃到一個山洞裡 所以就已經到地獄了 種種整個中印的部位 都是這幾個字 上一身就是在身的時候所造的業 而定下一身受身之位 對 我們在這個時候 這個中印是每個人必經的 或者好玩 在這個時候我們要怎樣 第一 就是有親人來迎 我們不跟他去 我們持續念佛 比如說 比方說 嗯 實時心中有佛 實時累積之良 也就是佛的功德之良 到了那個時候 看到了諸佛來源 自然就生了喜歡的心 此心才一生 就已經跟中印的文物擺尊契入 就回歸諸佛的淨土 如果到了後期中印 我們不認識看到任何的利鬼 猛獸來追錯 我們都要曉得 這是虛幻的 這個體心幻現的 我們如果再生的時候 學個體心畫面 我們在整個中印 甚至領終的時候 我們都要按出 攏攏不同的體心 或者出於體心的畫面 攏攏不同的體心 前面就是大空三美 在大空三美裡 五下 五念 五願 唯一的大空自在而已 在明空三目的裡面 是明空不二的 是充滿整個的法界 我們聊聊的知道 自己這個世神已經美醜了 整個法界的光明 就是自己的身心 他的中印也是 聊至一切像都是虛幻 都是夢中的情景 我們只要時時盧盧地出於體心 就能正到諸佛的抱身和化身 當時這樣不難 我們在中印的時候 還可以第二個觀念 觀想一切的利鬼 夢獸 都是佛菩薩的化現 一直念佛菩薩的名號 我們到了中印都有通力 我們只要一年想到佛 佛就現前了 我們一年想到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就現前了 居然現前 我們就跟祂起入 或者跟隨祂往生進途 這個是中印的部位 現境 我們如何來安渡 這一句講到這兒 就是歸於以死神手造的義 而定來生受生的位 居然有了下一生 生願老死又被苦惱 既然有了下一生 卻有了下一生的生老病死 又被苦惱 這個是說 我們從光明期間的體心當中 為什麼會有這個身心世界 會有種種的煩惱活躍 是因為一年不絕 而有了這個魯患的生性世界 其實在魯患當中 我們也怎樣的一步一步爭取 回歸原初的朋友的體心光明 我是楊明大學生理學教授 然後 沒關係我就在這邊講就好了 因為我們這個六層還有這個六處 就是我們這些感覺器官 都是我們出生以後就憑著這個 這麼很簡單的感覺器官 來學所有人間的事物 那麼我就像今天師父說的我職一樣 我們都用我來看這世界 我們所有的知識 不管是觸摸進來的 看進來的 聽進來的 老是在課本上教的 或從你的口藏進來的 或從鼻子聞進來的 如果說 當你遇到這個心肌裡的最高的境界的時候 碰到為惡的時候呢 還是不能放空 因為你要把所有周邊的血油呢 通通供給你的大腦CNS去決定 可是當我們死的時候 我們這個周邊的這些神經系統 可能都死掉了 但是呢 有醫學報導 人呢曾經在這個重度的麻醉下 他根本就可以聽到所有醫生的對話 但是他不能說出來 那然後呢 我們人在死的時候 我們的手不能動 眼睛不能開 我們耳朵說明還聽得到 但是呢 我們都完全在一個不能動的狀況下 也許心跳也停了 我們身上這麼呈現上億的細胞 他不是同一分鐘死亡 所以你可能你的感覺是存在的 那麼卻是 不管你是高位也好低位也好 你還有這個感受在的時候 卻被送到一個人人的兵庫裡頭去 這是非常不人道的一件事情 應該你要等身上所有的細胞通通死了 那麼在我們剛才講的過程中 這樣子的修行呢 到最後我們護送一個人這一身到最後一關的時候呢 沒有做到最妥善的一個照顧 好的 今天我要講事搞一段過 大家再會 我去講的你 我可以跟 世人做字 入口沒有斷 我能這樣說 一件事搞一件事 就把你當作嗎 我來講 兩件事搞一件事 我能這樣想 兩件事搞一件事 我覺得如果有兩件事 感谢观看